罪恶值95 真是嘎嘎 发放死亡审判单 开启直播 虎 虎哥 审 审判单 审判单 前虎立即打开这封信 上面全部是他们这些年干的坏事 可是 TM的怎么会顶烧我们 大哥 这个审判直播是要对付我们 要不我们报警吧 嘿TM报警 这些事要是被警察直报了 我们是个脑袋都不够掉 大哥 我们可是有十几号兄弟 他们只要赶来 一个都别想活 二哥说的没错 我们这么多人 不怕他们 既来如此 你们侠去来陪 老兄弟竞接气泪 笑死我了 这三个傻叉 马德 这般丧尽天良的人 主播 一定不要让他们轻易的死去 前虎 前十 前虎 你们很快就会摆受到绝望 与此同时 举子内又乱作一团 安局 开播了 审判单上的事情 我们都调查了 全部属实 不过证据全部被销毁了 该死的家伙 这样一来 就算逮捕了这群人 也定不了罪 那我现在 先去把他们抓起来 这件事先放一放 现在首要任务 是抓这个审判直播的 幕后黑手 大哥 不好了 我们现在被直播了 妈的 这上台直播 抗定照就提前 调查我们了 该见老外面的兄弟们 把这个别说 给我发个地槽铁 把直播 撕被毒照出来 血不咋了 这群小可爱 现在才发现 我赌五毛钱 他们一定找不到 主播赶紧放大招 这群人快要急疯了 大哥 现在怎么办 我问你 我们发罪了吗 那自然是没有 上台直播节 幕后的死老术 这些你别招出来的罪行 连证据都没有 你这是妙事法律 无谅好人 此话一出 直播间观众都怒了 你们这群人渣 最近摆在面前还不承认 还敢提法律 什么狗板玩意 老子倒要看看 你还能装多久 此时张小凡 已经在梦境编造书上 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接下来 真正的好戏 马上就要上了 随即 张小凡 划掉一个人的名字 突然 一个小弟 直挺挺地 倒在地上 还有呼吸 没事 大哥 快看 学播间画面变了 卧槽 谁能告诉我 这是什么情况 也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画面 是刚才那个人的梦境 此时男人 走在荒芜人烟的野外 周围黑压压的一片 突然 一阵阵 激厉的哭声传来 男人浑身不听 使唤的颤抖着 心脏砰砰直跳 突然 一个老头 出现在他身后 小伙子 你这是迷路了吗 老爷子 我可不是坏人 老爷子 我不知道怎么来到了这里 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吗 这么晚了 你先到我家里 留宿一晚 明天我带你出去 随后 三人来到一个 破旧的小屋 屋内散发出的血腥味 跟发霉味 让他很是不舒服 这里就是我家了 你先坐一下 我去给你做个饭 我爷爷做饭 可好吃了 大哥哥你一会 一定要多吃点 呵呵 我谢谢你啊 这时老头 拿了一把刀出来 爷爷快做饭 我等不及了 别着急 爷爷现在就给你做饭 随即 老头拿着刀 朝男人走去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拿食材了 没食材 怎么做饭 这时男人 醒悟了过来 他们这是要吃自己 可男人 像被定住一样 根本动弹不得 这一孙俩是食人魔 真够八次鸡啊 快动手 这是老头 把男人放到桌子上 老头 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我孙子饿了 想要吃饭了 我警告你 不准碰我 别紧张 我下手很快的 只会痛一下下 紧接着 一阵惨烈的叫声 响彻云霄 小伙子 你怎么不喊了 老头子我就喜欢 听这种声音 这是一阵惨烈的叫声 把男人拉回现实 叔叔 你怎么了 没气了 咋了 此时莫名的恐惧 从所有人的心中 蔓延开来 妈的 这次伯姐太新闻了 这是别墅内的小弟 一个接一个的倒了下去 三人见状 纷纷冲上去 拽着这些昏迷的小弟 给老子爬起来 呼动水酒 紧接着 一阵阵惨叫声响起 小弟全部死亡 只剩下他们仨兄弟 大哥 怎么办 待会不会轮到我们吧 此位兄弟 你笑容多少起 我们都有 自求老我们一命 还回应他们的 就只有沉默 给四 紧接着 前途拿出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小徒 二哥 大哥 你还记你说过的话吗 我们没有犯罪 所以就让警察 跟这个直播周旋去吧 我就不信 这个直播幕后人 还可以在橘子里 嘎了我们 哦 哈哈 你笑着醒 喂 警察 有人要谋害我们 你们快派人过来啊 我们在北湾这里 很快 三人就被带回橘子里 我去 主播的摄像头 居然能跟到橘子里 我觉得这三个人逃不掉 大 大哥 我们还在直播间里 卧槽 别怕 我们特是在警察宿上 就算他叫东宿 也没有那个机会 兄弟们的走遇 就是他们提前不字号的 就在这时 一阵困意向他们袭来 不能随酒 且为不能随酒 没错 我们不能睡 千万要撑住 他们不断地 扇着自己的脸 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 然而 这种困意 根本扛不住 直接睡了过去 没错 没错 没错